国道警车红斑马隧道鸣笛 这是前方经见两步重机 骑士催着油门向前冲 但这里是国道5号 重机根本不能上路 警方开始广播 园警透过广播还摇下窗户大喊 一路护送两位骑士总算出了雪碎出口 警察发现他们是美国籍的机师 两人15号傍晚5点多 从雪碎北上要前往台北的大饭店 一次导航设定错误 从头城交流到误闯国道5号 机车骑士误上国道 应将车辆平靠安全处所误再行行使 报国道相关单位协助 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误闯国道远景依法可开罚 最高6000元的罚还 而同样是误信导航迷路 还有高雄岗山这对情侣 白天上来嘛 晚上要下去 对 然后导航的路线不一样 身体有没有受伤 没有 我没有受伤 我查个资料一下 我等一下我带你下山 12号晚上8点多 这对情侣到乌山头 拟火山风景区游玩 天黑准备骑车下山 因为悟性导航在山区迷路 所限在远景带领下 顺利脱困安全返家 民众开车不止导航要看仔细 更要随时注意路况 避免意外发生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